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好 請潘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安喔 今天我是針對這個偏鄉教育法 不過我看了教育部的報告 感覺跟上一次的報告 其實內容上沒有很大的差別 而且整部法律上仍然有幾個問題存在 在這裡就叫部長 首先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偏鄉教育法 為什麼要用偏鄉兩個字 剛剛主席其實有提到 對於偏鄉其實各個法律也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在這裡我想要知道 部長對於偏鄉的定義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目前研究團隊 確實是會整包吻 剛才趙紀人這邊也特別提到 他因為現行的法規裡面 其實各有不同的定義 因為未來在整個發展上 確實是需要比較明確 在執行上才不會整個模糊掉 我想團隊那邊所提的 目前來看 可能想請部長 稍微簡單的回應一下 您對於什麼叫偏 什麼叫做不偏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內部還在討論沒有那麼精確 只是我對偏鄉的這樣的了解 一般都會是以所處的地區 再來一個是交通 當然包含我們說他的經濟文化的若干條件 這些條件還是很抽象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更聚焦的來提出來 但我也非常認同剛才趙偉這邊有提到一個 這個會隨著時空會改變 他不是說一篇定了永遠篇 是是是 我想這個檢討是很必要 不過有關於這個偏鄉教育法 其實我有邀請一些就是教育現場的老師 跟教育的從業人員 他們第一件事情 就在質疑這個偏鄉的定義是怎麼來的 我們基本上會認為就是偏鄉教育法的核心 是在面對教育資源分布的城鄉落差 那這樣的一個落差 是不分族群在受苦的問題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的教育資源 都會用一個學校的人數 來評斷這個學校的存費 在事實上已經有歧視跟主流的這種思維的偏見 在此本習是希望要定專法並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我們既然是在這個已經高度敏感的這個場域 我認為在這個我們的法案名稱用語上必須中立 請問部長能不能考量把用語改成鄉村地區 而鄉村教育法真正要處理的 是孩子與教育資源到底有多遠 所以定義應該是要以通學的距離 就學的方便性作為劃分的基礎 請問一下本習這樣子的建議您的看法是什麼 謝謝委員 委員剛才提到我們這個詞 也許大家可以再交換意見 包含我們有兩位委員的提案 這些都有大家可以再思考的地方 我們可能也許不必現在馬上把它定下來名詞 但我剛才對委員用了一個很… 本習的建議可以請部長考慮一下 是是我想用一個很… 那目前我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同仁這邊因為草案已經有初步整理出來 只是還沒有定案 確實在目前所定義裡面 不是用人這部分委員所擔心的 已經目前最少不在排除 完全比較是以交通的條件 來做主要的考量 他也包含社區部落等等 他有幾個… 感謝部長 那我接下來還有問題要問 那請問一下部長在原住民族地區 其實落入這個偏鄉的範圍的比例非常高 其實相信部長等一下應該會回答我說高達七成以上 那可是呢原教法跟偏鄉教育法 這個從條文裡面來看其實是大同小異 也就是說未來偏鄉教育法通過了 會大比例的跟原住民族地區 有原教法跟偏鄉教育法的進合的問題 在原住民族的地區的學校 以及學校的轉型成實驗學校的部分 國教署在過去會推給原民會 那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再重演一次呢 再來就是也會不會原住民學校 反而變成就是過去的狀況變成三不管地帶 造成鄉村地區的原住民學校資源被排擠 那請問一下部長原教法跟偏鄉教育法 哪一個優先適用 當然這次教育部初步對於 包含委員有提案的這些條例或法的討論 我們有一個初步的方向說 如果原來已經有相關的母法 比如像國民教育法 包含剛才委員所提到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如果這些法已經能夠把這個 我們所要關注的能夠去提到 或許是不必要把它特別疊闖架 也會造成漢格啦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那有沒有針對就是原住民地區 對於偏鄉教育法可能會有的影響 做評估的報告呢 是我想這部分目前教育部所委託的 這個版本出來之後 委會參照目前委員已經有提案出來的 我們來做一個對應 本席在這裡是希望能夠 就是在一個月內做出一個評估的報告 針對於偏鄉教育法 對原住民地區的學校的影響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教育部長能夠積極的處理 好 這部分我們來努力 好 謝謝部長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於 本席在昨天有收到教育部審查 林委員以及黃委員草案的書面報告 那教育部認為就是部分的偏鄉地區的定義 教育功能缺乏 學校成為偏鄉學生學習的生活重心 在這裡我要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在偏鄉學校的要求 不應該只是硬性的規定 而應該更具有這個彈性 利用這個當地的自然跟文化的資產的豐富性 讓學生可以走出學校走入社區 請問一下部長能不能提出一個同時 讓社區跟學校能夠結合的版本 是 這個跟委員報告 在教育部自己原來在評估的時候 也特別了解 我們說這些暫時我們稱為偏遠地區學校 其實它不只是教育 它還跨涵了文化跟經濟等等的 這當然就剛才委員所提到 跟社區的永續發展會是關聯性 我想這個委員們這麼關注在這上面 這個議題應該是必須要 如果只是在單純從學校教育的部分處理 恐怕這一條路往下在永續發展上 也會受到挑戰 可以試著演你看看 好 接下來就是有關於教師的聘用 因為在這裡不管是推動合理的原額 偏鄉教師證跟放寬原額限制 以及可以契約禁用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一個有一般教師證 但是沒有偏鄉教師證的老師 或者是說原住民的教師 無法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原住民教育 教師的三分之一的比例而受僱用 產生原教法跟偏鄉教育法的進何問題 那這個部分能不能考量 就是原住民老師有沒有辦法回鄉 偏鄉服務的這樣的機率 在偏鄉教育法產生了一些問題呢 跟委員報告 目前如果以我們部落的學校為主 我想依循原住民族教育法當時所定的 這個一定是 我一直說它是個高標 那當然這個距離還有很大可以努力的空間 那如果因為剛才如委員所提到 我們如果未來以鄉村或偏遠的學校而言 部落的學校一定是個大的比例 我想在師資的這部分 應該會朝向 朝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來所定的規範來努力 那這部分我也跟委員報告 然後未來我想在有關工費的 這個工費生的師資培育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也是一個重點 在這裡本時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原住民族教育法 以及教育部提出來的書面報告 第四頁的推動教師合理員額 都會產生就是用外加代理教師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寬鬆放寬這個教育教師的這種規定 可是呢其實我要舉的就是 在阿里山的一個州族的地區 某一個國小它其實在招聘代理老師的時候 從一招二招三招最後就是隨便招 那反而是招來的就是不符合學校的需求 那本席是擔心就是如果說放寬私資的來源 與併用的規定會不會造成教學的品質的下滑 然後呢又弄一個補救的教學來救 但是呢其實找到老師但流動率高 跟找不到老師其實是兩件事 就算是我們放寬的禁用 教育部的偏遠地區學校的教育安定的方案 蓋宿舍增加代理的老師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 這是本席提出來的質疑 也希望教育部能夠針對這樣的一個現況的困境 來做解決 接下來就是有關於這個蘭嶼的教師的加級 其實我們可以把蘭嶼跟金門為做比較 蘭嶼的加級是7730 可是金門馬祖就是9000多元 那同樣是離島 在蘭嶼的7-11就只有一家 可是金門就可以十幾家 那金門的往返的班機又非常多 所以其實相對來講喔 在總體上我們教師是超額的 可是呢在鄉村地區 卻有控管上的出現的問題 那請問部長這樣看起來 偏鄉 講偏鄉那蘭嶼的資源是更加的匱乏 那蘭嶼的教師的加級 可不可以相對的也提高 讓更多的老師願意回到蘭嶼 或是願意到蘭嶼島去教書呢 是 謝謝委員 我所了解這個教育部大概也是參照 有關行政院 他有一個第一家局的分級的標準 我想我們把這個意見來跟 因為他大概是不只是教育人員 應該是各個離島區域 他比如像公務員員或什麼 大概都會有這個標準 我想這個改變 我們需要可能跟行政院這邊做一些討論 希望教育部能夠在那個失賠的這個部分 這就做一個很好的人才的控管 國家應該要把失賠的資源 投資在有教學的這樣的熱情 完全認同委員幹事 談的這個方向 那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好